鄭偉 幹嘛想睡覺了 女帝的話 鄭偉只是告訴妳 只要妳有努力 妳就會得到妳滿意的結果 這是試準備嗎? 哈哈哈哈 歡迎展記老師 今天我們今天要來玩的是這個 這個是 卡羅牌 他說這個 卡羅牌出玩具 但是聽說好像很準喔 它可以占卜 朋友 愛秀就是自己和朋友合不合合的來 然後它的塔羅牌是以真正的塔羅牌為基礎 下去設計的 所以它這邊有很多很多的塔羅牌 覺得很可愛 所以我們就買來看看啦 打開看看吧 這邊有些什麼呢? 這是一個占卜的機器嗎? 它可以用轉的 然後這個是一個 它好像是可以選牌用的 這裡面有 像寶石一樣的東西 這是一個塔羅牌的收納盒吧 是要不自己把它折起來 那這一本是 寫說這個占卜結果用的 這個真的是塔羅牌耶 它不是玩具 它是真正塔羅牌 只是做成比較 像玩具的樣子的塔羅牌 這個是一個小吊式 可以讓妳把就是妳許願的寶石 放在裡面學生戴著 許願之後妳可以打開 然後把寶石放在裡面 有沒有現在可以對占卜有興趣嗎? 沒有 沒有妳幹嘛買這個? 是妳嗎? 妳自己說想玩看看啊 塔羅牌就是類似算命的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 有的時候是講說什麼 這個是五顆寶石 亮晶晶的 Kila Kila 這裡有說明什麼 這樣子 跟有教室妳們的洗牌那些 不可以鬧喔 你要誠心要專注喔 這樣子 你猜 可以跟宇宙連結妳的意圖 耶 什麼意圖 就叫 要連結好了 好那妳要想一個 妳想要占卜的東西 然後 它那個每一顆寶石 是代表不同的意義 粉紅色是戀愛 綠色是友情 藍色是讀書 黃色是運動 紫色是人氣 然後有五個占卜 大方向 這邊都把牌都拆下 我們來欣賞一下牌 當什麼樣 戰科 然後它反面就是這樣 很可愛 蠻漂亮的 倒掉的小丑 塔 惡魔 應運之輪 然後這個空白是預備用卡 萬一弄丟的話 你自己可以寫 然後 地 髮 王 世界 喔 世界 這個真的有耶 塔羅牌裡面就看 是卡 女教皇 女帝 非用牌 這個是 審判 魔術師 正義 其實每一張牌都有它的意義 然後會塔羅牌的人 他就會知道它基本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再去剪牌 然後余作用耶 以前大概也是 像妞妞這個年紀的時候 蠻喜歡這種東西的 我以前有買過真正的塔羅牌 但是算法不太一樣 來那你先想一個 你想要占卜的是什麼 現在學業比較重要 呵呵要不要 暗色 那我們占卜一下學業 看你有沒有辦法學業進步 這個LOGO對講自己 好這個你要自己放上去 好來拿著 然後你要先想一個 不是 這樣子鬧的話 不會有好事發生 我最近都買日本的那個彩票 都想說要得錢 為什麼他沒有占卜金運 來 專心來排放箱 水晶拿著 第一個步驟是我們要 不可以開玩笑 我們要有誠意 呵呵呵 表現出你的誠意 好來 模擬 你這個表情不行 表情NG了 可以 我太默念了 你確定喔 好 等一下 再學一學 好的 然後之後呢 有誠意的把它放進去 然後我們這個要先拿到前面來 然後我們把所有的卡 正時鐘 對對對 然後你一邊想著你的 想要問的事情 然後你覺得你想夠的時候 就可以提起 然後再把它束成一束 好放成直的 好 可以 然後我們這個機器要來了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這個箭頭 然後我們就把它卡 每一個箭頭都放一片 一共要放八片 好 我們這樣子了之後喔 想要佔補自己的死後啊 就要從右邊轉 你如果生日是1月1號 就是1加1等於2 你就要轉兩次 如果是12月29的話 就是1加2加2加9 等於14的話 就是去後面那個4 就要轉4下 那你是11月27就是 1加1加2加7 11 11所以你就是1嘛 你就轉1下 那我們要從右邊的那一個 轉1下 哪一隻是右手 寫字的那手 右邊的轉1下 好了嗎 這樣是1嗎 好然後 你要插上你的神奇 神奇手指 你要默念你的願望 好 然後靠近它 它會吸的好了 好 我們看一下喔 好 喔有耶 就是那張 好 欸 等一下 好 然後你要這樣子翻 不能夠前後翻 能得翻開 好 這一張牌是 女帝 喔 然後它是正位子 因為這個對著機器的地方是正位 好 那我們現在來解牌囉 學業是這個 正位 你幹嘛想睡覺 哼哼 哼哼 女帝的話 正位子是告訴你 只要你有努力 你就會得到 你滿意的結果 哼哼 是不是說廢話 哼哼哼 哎呀 這個就是很安排喔 我跟你講 它不會講得太過那個 它講得很保守啦 你只要努力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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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出眼了 好啦好啦好啦 哼哼 反正就是告訴你要努力就對了啦 有試者自繼承好不好 不用說廢話 我們就得到一句名言 有試者自繼承 講廢話 那我們來征服一下今天的 幸運場所 還有幸運的東西 還有幸運顏色 那我們要重新醒來 等一下 要把你的有試者自繼承 可以把它放到這裡 隨身攜帶 你要提醒自己 要努力 我要努力啊 我幫你封印 那我真的好好得知 我沒有帶到他 妳要把他拿在中間 妳們好好得知 好那我們現在要占卜別的事情 好來 占卜每天的事情的話 是不需要那個 寶石的 一樣妳就是一邊洗牌 一邊想著妳今天的運勢 剛剛已經不夠誠意 才會出那個奇怪的東西 妳可以一直在笑 看不看 妳可以一直在笑 所以不行 夠誠意 很誠意再給我了 一句肥語 好快一點 來 妳要拍八張 已經會算了 已經可以去放給你算命了 妳可以是算命阿姨 我要醬 阿不是不能開玩笑 喔 對 來 我們來算一下美 好來 一下就對了 因為妳的設計是1嘛 來 右手轉一次 好 然後拿出妳的神奇小指子 妳要讓肉輪幫妳選嗎 妳不要啦 妳要不要鬧 我要用它啦 用妳自己啦 肉輪要算命 那是算命阿姨 還要黏住腳了 還要黏住 那這樣不行啦 欸 這樣不準 欸 就是這張 沒有 沒有 它專輯現在就是那個磁鐵 只有一個啦 好好 它妳翻開了 好 我們得到的是一樣正位子的 正位子的贏者 然後我們現在要看的是 這邊有9吧 然後這個是 什麼座 喔 是魚座 雙魚座 幸運數字 9 雙魚座的話 今天的幸運場所是 體育館 或者是可以運動的地方 然後今天的幸運物品是 音樂 幸運顏色是 Pink 沒有啦 就是跟妳今天比較合的星座 是 魚座 魚座呀 那我們是不是要去吃魚 它就是這樣子 你看喔 這個是 自己面對面 什麼自己面對面 照鏡子 就是看妳自己對話的意思 我自己對話 喔 妳真的太鬧了 妳這樣難怪不準 可是今天在下雨 所以妳有沒有辦法去妳的幸運地點 不行 然後 幸運的物品是音樂 所以妳今天可以聽音樂是幸運的 然後幸運的顏色是Pink 所以妳應該要穿粉紅色 才在這裡 我沒有Pink的衣服 我知道了 我們要看佩佩珠 妳可以穿Pink的內褲了 我沒有Pink的內褲 然後聽佩佩珠的音樂 這樣就會拉 啊 寶貧 占卜只是 僅供一個參考 換妳換妳換 我不知道我要沾什麼 我到時候沾我們能不能 所以找到房子 然後抽到爛牌 我心情就不好 哈哈 來 我來幫妳穿 那牌應該是我來洗才對 那我要來開店 好 那我占卜 今天的幸運的東西好了 來 轉一些 我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轉 好來 我心裡想一下 我今天的幸運地點 幸運顏色 還有跟哪一個星座最合呢 7加1加2幫我穿一下 所以是0 0的話她說很特別 0的話要轉10下 然後是左手轉 好 那這是我自己選牌吧 我幫妳選 啊 妳要有誠意啊 啊 妳去 啊 啊 好 發功一下 啊 太怪心了 感覺妳算得很不準了 那時候不是牌的問題 是人的問題 你知道嗎 欸 妳幹嘛一直故意要吸這一顆啦 啊 全部就只有這顆可以吸好不好 這一顆是 你看 正位子的 好 我得到了這一張牌 法王 牌的意義是 溫柔的 心情 幸運數字 是金牛座 喔 如果我得到這個金牛座的話 我跟天蠍座人會合 合 今天喔 車站或者是廣場人多的地方 可是今天下游不小出門耶 我們這裡人很多啊 妳看 哈啼 好 之後 幸運的物品是 頭髮的裝飾 幸運顏色是灰色 妳要去幫我拿頭髮的裝飾 妳等一下一起戴 一起戴 妳一起Lucky 這不是我 所以我戴的不會Lucky 我戴的就是 妳要戴兩個是要被Lucky 不用 不用 這個就是有點 像遊戲一樣的 準不準就是看自己 個人啊 好蠢啊 妳好鬧喔 我覺得就是因為妳這樣鬧 所以會不準 我覺得很準 很準嗎 溫柔 所以就是 好 妳要戴著妳的 有試者自進程 只要有努力 廢話 會得到收穫 廢話 那妳會不會努力 會 對 廢話是進程 好喔 那我們就看妞妞有沒有 會 功課學業進步這樣 好啦 那這就是今天的塔羅牌的 裝飾 遊戲組啊 如果喜歡今天影片請打幫我買 阿拉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對 那這個我們是出去逛街的時候 在BiGoo Camera買到的 因為它整個是日文的 所以我不知道 台灣會不會進口 或者是把它翻譯成中文版啊 那如果有來日本文 然後想要玩一玩這個遊戲 也可以去買來玩喔 如果妳的妞妞戰斧有準的話 記得幫妳個贊 尊死了 那一定沒有轉 阿拉 我們訂閱 阿拉 我們訂閱 阿拉 好啦 那我們今天下視頻就囉 幹什麼 掰掰 要繳新連結了嗎 對啦 連結一下 妳很鬧咧 連結了 欸欸欸 她不給我連結 對啊 什麼意思 這個 這個 這繩棍根本算不準 連結了 那妳剛剛算命的時候 有跟 有跟宇宙連結嗎 連結得非常好 你看 超級好 喔好喔 眼鏡 掰掰